中国的不法商人是如何做假发财的 例如在一个村里 家家都在做假冒名牌 为什么不出事呢 因为是执法部门的家属提供的名牌商标 大家一起发财 不法商人知道 如果不把执法部门拉下水 他们是不会投资去做假的 不法商人是如何逃避税收 不做账 现金结算 定额逃税 出口骗税 需开增值税等等